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出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2020年是永远过不去的砍 永远过不去的砍 永远不会忘记的一个年代 2020年 2020年政治上是全球倾向共产主义 全球的这个道德能上 所有的政治家所有的媒体 全部是说假话 欺骗世人 欺骗世界 同时也欺骗自己 2020年中国中国共产党人 中国人投赌 美国 向人类发起悉病战争 造成美国30万人以上死亡 全世界造成200万人以上死亡 全世界感染人数超过1亿 到底超过了多少未知数 因为大部分人没有检测 没有证据确定 他们没有感染中国病毒 那么中国人投赌 全世界他们受到惩罚了 没有 所以人类进入病态时代 同时人类进入病毒时代 这个时代是从2020年开始 现在是21世纪 21世纪30年代 是一个非常不平凡的年代 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年代 为什么全球共产主义符合 为什么全球 冲向共产主义 为什么中国会改变整个世界 为什么西方国家是全面能上 全面冲共 这个问题这里也有 我们站在这里 我们不说哪一派是哪一派 我们在美国 我们也不谈这个共和党 就是唯一的正确的选择 也不谈民主党就是唯一不正确的选择 那么我们这里研究 为什么美国价值观受到挑战 美国价值理念受到挑战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 差不多一半的人 不认同美国 就是为什么 我们这里需要研究 那么同时我们需要研究 为什么民主党倾向共产主义 倾向拥抱一个专制恐怖的习业的中国 这是我们这里研究的 我在这里谈美国两党 谈这个国际政治倾向 谈这个人类走向这个病毒病态时代 不代政治倾向 不代表我就是支持哪一个党哪一个派 只要是支持美国家政理念 我都认同 不管哪派哪党哪一个人 因为因为我们来到美国 我们是为liberty而来 我们是为民主自由而来 我们不是为一个美国成为中国式的社会主义而来 不是那样 所以我们感到忧心忡忡 所以昨天晚上我出的节目 虽然在新年之一 在全世界这个跨年之一 我们没有理由着火任何人 新年快乐 没有任何理由这样说 因为2020年是一个非常悲哀的年代 中国变成攻击全世界 造成这么多的死亡 还要高兴吗 还要happy吗 乐过的 那么 从政治的角度 全世界倾向于共产主义 基本上道德理念是荡然无成 所以我们高兴不起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做节目 没有理由着火全世界 更没有理由着火中国人这个跨年 更没有理由着火中国人这个心里快乐 因为中国人是罪恶的 在人类历史上 中国人几千年来 从来没有为人类社会做过好事 从这些年来 由于美国价值道德能上 由于美国支持共产社会主义 支持共产党社会主义中国 让中国人 几个亿的人 这个死于非正常 也就是非正常死亡 不正常的死亡 也就是被杀害 被谁杀害 被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国杀害 那么美国去拥抱一个这样的鬼 我们感到忧心忡忡 当然美国愿意这样 我们只是谈出我们自己的看法 我们也这个 不说美国是到底又错到哪里去 或许从这个银子政府 从这个新事业计划 从某种意义上说 从极其意义上理解 那么将来可或许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从现实政治 现实利益上 现实的死非观的角度来看 那是有问题的 那么共和党就没有问题吗 共和党照样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现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 和中国人用中国的 掌握着十多亿人的钱财 和掌握着十多亿人的生命 用金钱和美女收买了美国 收买了美国两党政治 收买了美国这个国家 美国离不开中国 为什么离不开中国 离不开中国的钱 离不开中国 有奴隶比奴隶还奴隶的 十亿人以上的人创造的财富 美国人喜欢这种 带有血腥的财富 同时美国人喜欢中国的美女 所以美国被中国的女人 被中国的钱财收买了 被中国的美女 被中国的女人 不叫美女 被中国的金钱打垮了 所以我们感到忧心忡忡 从实际意义上 从现实生活上 我们已经来到美国 实际上跟我们 不管美国的政治走向 跟我们现在的人来说 没有多大的影响 特别是对我们来说 没有多大影响 特别对我来说 没有多大影响 只是说我们 从政治的概念 从人类思维的概念 我们谈谈我们对世界的看法 谈谈我们对中国 对中国共产党人 对中国人 对美国 对美国人的看法 对美国白人的看法 对美国白人的期盼 对所有美国人的看法 对所有美国的有色人种的看法 这是我们仅仅是看法而已 谈谈我们的看法 那么如果说 人类还有点良知 希望改变中国 以前我喜推也好 在YouTube上也好 都已经讲过了 那么美国那些年轻人 那些有色人种 觉得美国生活方式 觉得过利了 觉得不好玩 想找一个刺激的 我想我在这里呼吁这些 不管他是什么人种 在美国想搞垮 美国人人 或许在美国搞垮 美国把自己家搞垮 可能觉得有点痛心 那么你们去搞垮中国 中国才有前途 搞垮中国才有前途 或许你们可以在 中国这块土地上 建立新的国家 建立你们所需要的国家 还有中国这个民族 中国这个地盘 需要有其他颜色的人种 去掺和 不能让中国这块土地 始终在一个孤岛上 与世格局的孤岛上 跟人类造成一个恐怖的地盘 所以西方的人 有想法的人 可以去颠覆中国 改变中国 不管从人种上 改变中国也好 从地域政治上 改变中国也好 或许你们要去颠覆中国以后 建立新的国家也好 我们都支持 因为中国这块土地需要这样 需要改变 不能够再是一个单一的 单一的所谓的民族 所谓的汉民族 必须要颠覆汉民族 必须要颠覆这个国家 颠覆这个政体 颠覆这块土地上的人种 不然的话全是也没有安全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 就是我支持 不管什么国家的人 都可以去改变中国 理由是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在大概是十年以前吧 十年前我在人民法院报上看到一个 看到一个人民日报 一个记者采访日本一个议员 采访日本议员名字我不记得了 十多年以前了 我在中国大陆监狱里面 解到一张报纸 我在监狱这里要说一下 就是说我是什么监狱 我是被中国共产党 判我煽动跌覆中国政权的一个罪 叫煽动跌覆国家政权罪 中国共产党判了我帮你徒刑 因为有些朋友不了解的话 我这里我要说 我是什么原因 在中国大陆中国监狱做了 那么我在中国监狱的时候 我解到那张报纸 那上面有一个人民日报大的整版 整版的篇幅 整版的篇幅是写的什么呢 是小日本为什么要颠覆大中国 还有一个版面我忘了 有时间久远 这个中国记者第一句话 问那个日本人 他说你们小日本为什么清约大中国 那个日本人说我们是文明颠覆已满 他说 这个日本人又自言自语了 我大体这个努力一下 我又不完全记得了十多年了 日本人又自语自语说 中国记者还问日本人 他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的后裔 中国记者又问日本人 问日本人的议员 他说你们是不是中国人的后裔 日本人回答说 我们是中国人的后裔 那么日本人又自言自语说 满出人这个占领了中原 这个打下了江山做了一批贴地 打下了一批贴地做了江山 日本人又说 蒙出人这个占领了中原 做了江山 日本人又说 我们日本人很不满意 他的意思是说 既然我是中国人的后裔 那么我当然有权利 打下这批贴地做这个江山 所以他这个原理是从这里来的 那么中国本身就不是一个国家 现在也不是国家 它是一个政权 它是各种各样的政权 各种各样的家族政权 中国是朝代 四处干过朝代 那么这里日本人的回话 既然你说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 日本人也承认他是中国人的后裔 那么日本人又说 你满出人你是外族 你也不是中国人的后裔 你占领了中原 做了江山 那么日本人又说 既然你说我是中国人的后裔 那么蒙出人 蒙古人 占领了打下了这个中原 做了江山 日本人说他很不满意 那么从这里从道理上 那么既然日本人是中国人的后裔 为什么日本人不能够打下这批贴地 做这个江山呢 所以日本人跟七月中国是为了这个文明 跌幅以满 这是完全是从逻辑上是 是百分之百正确 至于拉国内海带的日本人 跟现在的日本人 是不是一回事 总体 日本人比中国人要文明得多 他是为了这个 他是因为不管战争是从什么要开始 那是历史学家去也就了 我是谈这个中国不是一个国家 是一个TID 那么日本人当然该打下中国 做这个江山 假如说我们假如 当然历史没有假如了 日本人当时占领了中原 占领了整个中国 那我们现在是什么样 现在可以说 从日本的现在和日本的过去看来好 可能中国比现在好一万倍 为什么说呢 你看日本的文明 不管是今天日本的文明 和过去日本的文明 都可能好一万倍 都会开放一万倍 那么中国呢 中国几千年来 从来不是悔改 直到今天 今天很多人来到了西方 他们仍然亲共 仍然反中国 反民族 当然我们也反中国 反民族 但是呢 他们的目标是 相信皇帝 相信这个政权 我们是不相信这个政权 是刚刚相反 当然我们是像期盼有民主自由 现在这样的先进国家 占领中原 或许解体这个国家 各自建立新的国家 所以我们在呼吁啊 希望美国的 不管是黑命贵也好 爱提法也好 以及白左也好 喜欢革命的也好 或者喜欢刺激的也好 你们应该去颠覆中国 中国是需要颠覆的一个地区 中国是需要颠覆的一个一片天地 所以我们在这里支持全世界 有想法的人去颠覆中国 那么中国共产党这么强大 能够颠覆吗 中国共产党真的就永远都不可能垮台吗 那是不可能的 罗马帝国这么伟大 说没有就没有了 中国算什么 中国能够跟罗马帝国相比吗 那么美国这么伟大 美国现在都遥遥有罪 那中国共产党真的 真的能够掌控世界吗 那是说的 他破坏世界 中国人的确是很厉害的 杀人中国人的确是很厉害的 但是不要忘了 如果真正西方人醒过来 可能是你既然要别人的命 别人要你的命 恐怕也不会手软 中国人要想好了 那么现在中国人是不是就完全没有路了呢 这个民族是不是应该是车里把他摧毁 车里消灭他了 其实从人的道 从人的角度 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说是不可以的 那么中国人到底有没有路呢 虽然中国人还是有路 但是这个路 由于中国在所有历史上的关键时刻 他们都是违背人力的走向 选择最不可以走的 最差劲的 最威胁的道路 就是倒退 就是走向 从习业走到走向更邪 也就是说中国人不会悔改的 从我看来美利坚这么伟大 那么我们应该跟美利坚搞好关系 为什么我们要把美国作为敌人 这个问题 从这个现实意义上是不可思议 从其他这个广义上我们不管它 我们从现实意义上 我们跟美国这样的国家搞好关系 美国跟中国这块土地上的所谓人 没有远远 从来美国人都是帮助中国人 那么中国人选择的道路 是不是走向最习的道路 本来美国人帮助中国人 获得了这么多的美元 跟中国人这么多的美元 而且中国人还拿这些钱来去颠覆美国 去摧毁美国 那么中国人的道路说到这里 我还没有说出来 中国有什么道路可走 也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这种理念 一定要自我摧毁 向美国投降 认同美国价值观 认同西方价值观 改造自己的中国人思维 中国人所谓什么叫中国人思维 什么叫中国思维 中国思维就是杀人 中国人的思维是尔音我诈 就是欺骗 就是阴谋诡计 就这么简单 是一群完全不可信的人群 所以它是人群 对它是高估了 高看了 因为中国人 中国人的这个正常智慧 正常思维 已经不是人类 已经是人类 是起码少碎的千万年 你与西方的中国人 你与西方的文明 是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你与西方对人类的贡献 你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中国人的可比性 比西方人的可比性 特别是近期年来 共产党掌握中国正确以来 最折的可比的 就是中国人的喜业 和中国人的杀人 中国人有句言语叫做 杀人不扎也 这是最厉害的 往天晚上我谈到 我在中国大陆 判我煽动跌尾 国家正确罪 在脑房里边坐脑的时候 有一个小白脸 有个年轻人 二十多岁 看起来他是非常文明的一个人 但是他是杀人不眨眼 我问他 我说你杀人是什么感觉 他说我杀人的时候 他血喷出来 喷到我一生都是的时候 他说他会感到兴奋 这就是中国人 从表面上你看得出 他是杀人不扎也 杀人犯吗 看不出来 这就是中国人的面貌 他心里呢 心里是无畏不住 这就是中国人 美国人要看懂中国 看懂中国人 看懂中国共产党人 你要站在杀人犯的角度 你要站在无畏不住的角度 你要站在世界上最恐怖最恐怖的人的角度 去看中国人 就看懂了 也就是说 中国人什么坏事都可能做出来 只怕中国人想不到 实际上想到的他都会做出来 中国人就是这么一群不可信的人 那么如果中国人一定要拿下美国 一定要摧毁美国 不向美国投降 这个投降不仅是举白起 就在思想理念上 这是最重要的 要学习西方 尊重西方 依靠西方 跟西方人做朋友 如果说你要以消灭西方人的角度出发 那最后一定会被西方人消灭 就算是你在第二波第三波投病毒 美国人苏醒不过来的时候 他美国人再要死的那一刻 都会把你中国摧毁 都会把你这个国家和包括你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带进去 我来这里谈这些意思就是说 二十一世纪的三十年代开始 人类走向一个病态时代 人类走向一个病毒时代 人类走向一个不可预测的时代 人类走向一个恐怖的时代 或许人类就葬送在我们这一代这两代 或许现在政治家 现在的这个中国共产党的人 他们也没有这个时间去再等多少多少年 或许他想马上就把这个事业葬送了算了 与这个人类同归于尽 因为他没有这个实业了 实业不容许他还活一千年一万年 所以恐怖就在我们眼前 就在我们眼前一步一步的走来 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能上已经倒退 倒退到了现在不可收拾的地步 现在美国政治都走到了美国价值里列 美国人认不认同这个国家都还很难说 美国还能够维持多长时间都还难说 所以我们说二十一世纪三十年代是一个 进入人类世界是进入一个病态时代的时代 不是感到悲哀我不悲哀 我们已经在美国 美国的各方面是非常好 美国是威力不定 比全世界任何国家都好 全世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跟美国比 也就是说全世界就算要打垮美国 全世界就是所有国家加起来 所有武器加起来都不是美国对手 美国是找外星人打仗 什么能够推回美国 只有中国人思维 中国什么思维 中国人的恐怖思维 中国人的暗算思维 中国人的暗算思维 会把美国摧毁 现在中国兵都会把美国摧毁 那么美国还有一救吗 美国有救 必须跟中国开战 不管是今天是明天 是哪个党折证 哪个总统折证 都需要跟中国开战 解体这个国家 解体这个民族 三个数码起 我们还是要谈到老的话题 老的话题是 多谈两句一说吧 或许今天的现实政治 就相当于最后的晚餐 最后晚餐 耶稣基督最后在召集他 十六国门徒在吃晚餐的时候 就告诉了大家一个故事 在十六国门徒当中 有人出卖了他 那么现在这个世界 这个病毒时代 现在是最后的晚餐 那么谁出卖了美国呢 谁颠覆了美国呢 当然还是美国人自己 不管中国有多喜悦 也是美国人交的 不管美国人有多恐怖 也是美国人帮的 还包括西方其他国家 所以这是最后的晚餐 这是我正在创作 我想起最后的晚餐 美国现在相当于最后晚餐 现在全世界在瓜分美国 有些人总在瓜分美国 美国会苏醒吗 美国会挽回自己的败局吗 还是有点可能 我们还是要以 乐观的态度来看问题 美国还是可以维持 只要美国人清醒 马上就可以维持 但是美国人不清醒 还要让中国在世界上 胡作非为 还要让中国存在 还要让一个十四亿人的 中国所谓的汉民族存在 那这个世界一定没有救 美国一定没有救 所以我谈到谈到 我是艺术家 我是画家 所以我谈到最后的晚餐 或许我下一步 还要谈最后的晚餐 美国现在就是 最后的晚餐的 相当于艺术基督 那么四个门徒就相当于 世界上的西方的发达国家 包括西方国家的对手 中国 伊斯兰 古巴 伊斯兰 吴利瑞拉 朝鲜 俄罗斯 这么多对手 还包括西方国家 其他国家 西方的盟友 欧盟的盟友 当然这个最后的晚餐 不是十二个盟友 不是十二个国家 可能有十多好多个国家 好吧 今天晚上我们也谈到这里 我们还是要呼吁朋友们订阅我的这个YouTube 我的YouTube每天都有心情话题 只有在YouTube里面讲话 一些话题才能够讲得出来 才能够基本讲出来 在推特 因为推特文字限制 所以说不清楚 在YouTube能够说清楚一点 虽然是现在我的人数有限 希望朋友们订阅 关注我的推特 收藏我的油画作品 我的油画作品 有三百多张大型作品 是什么概念 我有一千多张艺术品 希望留在美国 希望得到朋友们的支持 跟我的经营上的帮助 我把我的作品 组成一个博物馆 向私人展出 艺术是人类共同财富 希望朋友们支持我这个想法 支持我这个计划 跟我帮助 跟我支持 Thank you my friends 谢谢朋友们 谢谢朋友们 每天我们都会在YouTube见面 至少每天我有一个节目 同时我们也会在推特见面 至少推特我会转量 我转推不是绝对认同 是支持他们 或许我有时间会洗一个推 就是每天 或者洗几句话 因为我有很多事情 时间有限 三个四马起 过来 谢谢朋友们